这次攻击 双料冠军 他的人生格言 就是只要能站起来 就一拼到底 他的对手是来自福建泉州的卢东强 卢东强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 他曾经获得过 全国三大六十公斤级别冠军 也是福建地区 比较知名的一位泉王 职业战绩是59战50胜 实力这一块毋庸置疑 这场比赛是在2016年9月10号 昆仑绝福州战的比赛 卢东强 他的杀手锏就是他的腿法 无论是高边腿还是侧串 腿法非常灵活多变 让对手是防不胜防 金东兴也是来者不善 他是韩国的KMPIMAF大组织的冠军 同时他的抗击打能力是非常强 好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精彩的比赛 在看比赛之前 麻烦大家用发财的小手点点赞 祝大家每年都赚一百万 其实很多外国人 他们都是看上中国功夫 认为中国功夫都是花旋绣腿 同样这个韩国的金东兴也是贬低中国传统武术 好的 现在出场的就是金东兴他的年龄是23岁 然后这场比赛是他首次在昆仑绝打比赛 好的可以看到这个金东兴他是练习泰拳出身 现在上的就是我们中国选手卢东强 卢东强他的外号是怒火麒麟 卢东强 然后他曾经练习过拳击摔跤散打 他是2007年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 他是WBC国际金幼带持有者 两届全国散打列台赛 60公斤级别冠军 世界职业搏击争霸赛 65公斤级别金幼带持有者 卢东强他是练习散打出身 然后他也是获得了各种武术散打冠军头衔 可以看到他们刚开始就展开了激烈的拼拳换腿 可以看到卢东强他的攻势非常猛 他的目标是非常明确 就是想KO这个韩国选手金东兴 现在他是不给对手任何反击的机会 现在这个韩国选手只能靠搂抱去化解 卢东强的进攻 其实他打击的准确度不是太高 这样的话造成自己体能的消耗 是会非常严重的 而且他抽拳的幅度是有些大 好的非常漂亮高操进攻 拼腿 打的可以说是非常激烈 可以看到这个金东兴 他是练习泰拳 泰拳他们的节奏是稍慢些 泰拳选手一般他们的腿法 要比他们的拳法要好很多 但是我们中国的散打 腿法也是非常不错的 各种侧踹 正灯 还有转身后灯 峡皮腿 高扫低扫等等 他们年龄上是相差七岁 可以看到卢东强 他的年龄稍微大一些 三十岁 韩国金东兴 他的年龄是二十三岁 当然他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在这个擂台经验上 还是我们中国选手卢东强 更胜一筹 金东兴 他是也是没有想到 他的对手是那么的凶猛 他能只能是被动防守 避其锋芒 非常漂亮 接腿摔 把他给摔倒在地 这样比赛在我们中国的擂台上 昆凌爵打了一场比赛 可以看到卢东强 他的进攻攻势真的是非常猛 根本就不给对手一点还击的机会 连喘气的机会都不给他 好的 可以看到 金东兴也是奋起反击 摟爆的时候 然后分开的一瞬间 他是出拳机进攻 出拳 他的拳法 说实话 是出的是有些粗糙 金东兴刚才犯了其他选手的错误 就是我上顾的头胜利 上顾的衣服还没踩到 地面就直接出拳 出拳了 对 整灯没中 接一下前手 现在看着卢东强好像想用 一直想用很多的吸法 高伞爆头 再来 没有三点着地 对没有三点着地 就没法读秒 可以看到 这个韩国选手金东兴 他的堪压能力也是非常强 如果换做其他选手 这个高扫 非常漂亮 侧踹腿 直接是一脚封猴 这个侧踹腿 打得也是非常漂亮 攻击人的咽喉部位 转身的腿法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可以看到 我们中国选手 卢东强 表现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好的 下面比赛到了第二回合 看一下 能不能打败这个韩国选手金东兴 第二回合比赛现在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战术打法都是非常的明确 红防选手就是我们中国的卢东强 蓝防选手是来自韩国的金东兴 可以看到卢东强 其实他在第一回合可能是进攻的频次太高了 然后第二回合他是明显没有那么积极 高扫进攻 好的扫腿 顶膝 这个韩国小将 他的技法也是非常全面 非常漂亮 一个侧踩腿 把他给搭到在地 继续侧踹 好的 前手摆拳 金东兴 他出拳也是非常的势大力尘 我们可以看到两位进攻都是非常的积极 然后他们一般是不会防守 全部是主动出击 现在两个人的比赛已经进入到白热化 好的 一个转身的腿法 双方搂抱在一起 就打击的准确度而言 卢东强他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好的 可以看到两人双双倒地 双方同时摔倒 西装 双方是中了这下西装这才三点着地 对 和亲和领的一下西装 好的 第二回合比赛马上要结束了 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 双方其实打的也是非常激烈 他们两个体能都是有所敲耗 非常漂亮侧拆腿 卢东强他是地扫进攻 好的 非常漂亮 连续都败拳 双方搂抱的时候 其实泰拳下说 他们有个特点 就是一近身的话 他们肯定会出息 好的 联系的扫踢 打百拳进攻 正灯去控制距离 卢东强 他的拳腿组合非常犀利 双方出拳出腿 密度也是非常非常高 但是有时候打击度不是太精准 非常漂亮高扫 还有一个回合 可以看到他们两个 真的是不要提前透支机的体能 要留下体能 打第三回合的比赛 双方都是非常累 打得是非常的精彩 在第二回合 可以看到 卢东强 他的体能是明显 有些下降了 开始张口喘气 但是对手 金东兴 然后他也是 进攻式比较积极 虽然说他是 遭到多次中击 但是可以看到 他表现的也是 非常的顽强 好的 下面是第三回合的比赛 也是决胜局 看一下 我们中国选手 卢东强 他被称为是腿王 能不能拿下韩国选手 摟抱进身的时候 还是要有动作 或者你摟抱 可以为下一个动作做 对 比如说有些选手 他是摟抱之后 突然趁你不注意 你以为他跟你继续摟 推开然后再给高扫 确实是 现在就是你如果贴身 也是要有目的 你比如说想在 分开的一下 有一个拳法 或者是西法 或者是高扫 像我们以前的荷兰王 人进攻 对 对 用这招 我进身 稍微推一下 你高扫就上来 对 其实有的时候 他们刚分开的时候 对手会出拳出腿 这个时候 出腿也是非常的冷 对手的话是不易防备 好的 联系的固境顶歇 头可断 发型不能乱 我们可以看到 金东兴刚才也是 倒翅他的头发 其实长发的话 非常影响比赛的发挥 像如果头发过长的话 会扫他的眼睛 所以说运动员 一般他们都是 短头发 或者是 留一个光头 他们两个 我们可以看到 出拳出腿 都是非常积极 如果是达到判定的话 就要看谁的 有效得分比较多一些 我们看到韩国选手的 腿部肌肉 没有那么发达 洗法 两个人洗法的互换 还是要把动作打出来 最难的时候 在这种无氧状态下 就看你平时训练的积累了 动作变不变形 能不能把动作打出来 谁能在那个高负和 高兴力的情况下 还能把出有效变形 不那么多的动作 就是有效的 其实现在两个人是一样的 两个人现在已经 闯了估计凶手都快闯破了 心脏已经跳得快爆表了 对 就看谁能咬住 那最后一口气 这就是选手的那个意志力 看谁能咬住 那最后一口劲 对 要除动作 低扫 这个和卢东强被对方 激重的刺绣开始变多了 对 最后的二十几秒 高扫 很棒 卢东强的高扫 威慑力还是不错 对 我们可以看到卢东强 虽然说多次给对手高扫 但是对手他的抗压能力 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这个接腿摔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的 第三回合比赛马上要结束了 我们看一下谁能够赢得比赛的胜利 一切交给裁判 结果如下 一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九 二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九 三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九 奔强比赛双方战品 加赛一局 好的 现在这场我们看到就是加实赛 第四回合的比赛 其实他们两个体能消耗的都是非常严重 他们是按三个回合去打的 但是又加赛一局 所以说对他们两个来说 体能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金东兴 他现在进攻是比较积极 相比之下卢东强 他的进攻是没有那么积极了 因为他的体能透支是非常严重的 他是在寻找机会 想对对手一击必杀 可以看到两人又展开了激烈的拳脚互换 此时两位对对方肯定是非常熟悉的 他们的打法等等各方面 然后将对手的战术研究的透彻 所以两位在换拳中几乎不施展任何太大的招式和动作 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试探与搏斗 中国选手卢东强也是抓住金东兴他的漏洞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卢东强应该是发挥他的腿法的优势 屡屡重创对手 高扫 可以看到多次命中 金东兴其实他对自己头部的防护是不怎么样的 好的连续的腿法 其实出腿体能消耗是非常严重的 然后这个韩国选手我们可以看到多次被搭档在地 现在他的局面是非常非常被动 好的连续的鼎息 再继续继续 他已经把对方头压得很低了 再来一下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因为对手有了一个侧身的动作 所以裁判及时的就是终止了这个 如果他连续再加一个的话效果会更好 没错 非常漂亮可以看到金东兴被卢东强击倒 现在比赛继续 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非常漂亮高扫进攻 连续的腿法 卢东强刚才想出鼎息 但是没有用出来 不断的前手全境试探 非常漂亮直接是一个低扫 直接是把这个韩国选手金东兴给踢废了 裁判在对待进度秒 已经是完全站不起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 应该是终止比赛 非常漂亮 漂亮 漂亮 可以看到这个金东兴已经是被踢废了 然后只能是抬着担架 被他的教练背出这个擂台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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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